接着来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要小心驾驶 有一辆送爆的货车在经过彰化市金马路口的时候 前方开在中线的休旅车就这样突然左转 货车闪避不及就撞上了中央分隔岛翻覆了 休旅车赶紧居然没有下车查看还肇事逃逸 而整个过程都被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 小货车为了闪避前方黑色休旅车急踩刹车 接着冲撞中央分隔岛 车身震了一下往右滑行侧翻扬起一阵尘土 整台货车横跨在车道上 其他车辆吓得纷纷闪避 这时货车车门突然打开 驾驶爬了出来 站在自己侧翻的货车上准备打电话求救 小货车为了闪避黑色休旅车撞上分隔岛翻车 黑色休旅车却趁机落跑 货车驾驶惊未定 两只鞋子也不晓得掉哪去 他还得爬回车内找钥匙关引擎 我要从中间从左边穿过去嘛 所以他忽然要左转啊 那台车还走 太扯了 当时黑色休旅车突然从彰化市金马路中线要左转 送报的货车驾驶几踩插车 向左猛打方向盘 结果车子撞分隔岛翻覆 还好驾驶只受了轻伤 警方要调查休旅车是否变换车道不当闯货 不过货车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 恐怕也得负上大半责任